对 是我下的 他们都该死 老子就杀 杀 杀 你把王爷杀了吧 你把王爷杀了吧 畜生 你别走 你别走 你让开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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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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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来人哪 来人哪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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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姐夫 姐夫 你这个混蛋 姐夫 我 你来 姐夫 住手 爹 我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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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二伙 小菊怎么样了 他们两个晚上不回来了 来 坐吧 你爹 还是没有看错曾经波 他确实是做了一些 对不起我们家的事 但是 他的本质没有变 是 曾叔叔是个仁义的人 二伙 你 一定要好好照顾曾云 不要让人家受委屈 我知道了 你 是 我 不是 你 我 你 你 你醒醒啊 爹对不起你啊 其实爹心里清楚 从小到大 你是最懂事的孩子 前些年爹走南闯北 到处做生意 你娘又重病在身 这个架就靠你一个人支撑着 现在想起来 爹真应该感谢你才对 应该感谢你 那时候你找到了一个 对你好的男人 爹还不让你们在一起 横家阻拦 现在想起来 爹错了 孩子啊 醒醒吧 爹给你赔礼道歉来了 爹对不起你啊 孩子 好不容易把你判回来了 你看你现在这个家 一桩祸事接着一桩祸事 爹 这有点儿受不了了 这有点儿受不了了 这也受不了了 云才这个狗东西 爹心里清楚 你是两头为难啊 孩子 你是两头为难啊 一切的一切都是爹造的孽 都是爹造的孽 都是爹造的孽 哎呀 上天要是幽灵 都惩罚我吧 叫我早点死 孩子 你可千万 比有个三长两短哪 比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爹 爹真的没法活了呀 你这混蛋 千毒 退下 你没打中 我也惨了 别人都以为 是我小清除一计 要怪你 就怪那家伙命大 本来挺简单的事情 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贤侄 你别想那么多了 你忘了那句话 怎么说的了吗 坏人偿命百岁 好人不得好死 是吧 先缓一缓 过了这阵子再说 我呀 会帮你解找最好的医生 实在不行 再送到西安去 有什么困难 你尽管说 都怪我不好 在一起十几年了 都没让你过过好日子 你快点醒 我以后多陪你 我多听你的 大夫 他怎么样 是吗 这个很难说 病人脑子里有淤血 我们没有办法做开颅手术 哪里可以做 西安可以吗 据我所知 全世界除了极个别的几个发达国家 就是走到哪儿 都做不了这种开颅手术啊 那要你们医生来干吗 你干什么吃的 你干什么 我不管 你要给他做手术 大哥 你听我说 你知道什么是开颅手术吗 那是要把病人的头打开 然后再合上 咱们医院哪有这样的医疗设备啊 那怎么办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大哥 这样 你别着急 再等等看 说不定 病人自己可以把瘀血吸收 这样 我先看一下病人好不好 这瘀阳伤戒 最近是多事之秋啊 狙击手也是想杀二虎的 没想到被曾经波拦住了 怎么 又是周运才干的 二虎也这么说 但是还没有证据 况且他姐也受了重伤 还是为女人嘛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周运才 已经被田小初收买了 他们最近走得挺近的 现在 羽阳商界正是动荡时期 先不要动田小初 盯紧他就行了 明白 我 他也真的不想 努力 他也不想 还不想 有课到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家属谢礼 一鞠躬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有课到 一鞠躬 再鞠躬 有课到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三鞠躬 家属谢礼 三鞠躬 游客到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游客到 大爷来了 是啊 这老太太也来了 是啊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家属谢礼 小鞠躬 小鞠躬 你不得了 咱们就怠惹这个事了 小鞠躬 小鞠躬 在这儿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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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鞠躬 娘 别差这儿了 先坐回 来 来 拿 来 好 就 你 你 是 有课到 周回城 周回城 你看 来了 我能说你吗 是啊 周回城 周回城 那儿都有一杯子吧 是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家属谢礼 夫人 请节哀 周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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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坐吧 请坐 有课到 天会长 你看这周运才走来了 这不是正事儿吗 你这个混蛋 等一下 小云 小云 你不容紧啊 走啊 小云 你不容紧啊 大长的 快 小云 你赶紧滚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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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 曾小姐 曾小姐 小云 好了 曾小姐 这种人还有理好理 是 小云 小云 你滚 臭 你怕不吊的 我等你 你什么时候行 李婉 你肯定是 什么时候行 我肯定是 你肯定是 我肯定是 好了 胆胆想你了 来看你了 每天念叨着 你什么时候行 胆胆 一会儿 你告诉娘你很想的 叫她快起来 好吗 娘 你就快点起来吧 你怎么睡这么长时间呀 你不是说 大蓝猪娶无上媳妇吗 单单 现在就娶个媳妇给您看 娘 您快醒一醒吧 爹 您看 爹 娘哭了 你看着 医生 医生 娘 老曾 这么多年了 你为解放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解放区不会忘记你的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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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得回来看看我们 你放心吧 我们都会好好的 丹丹 你娘醒了 姐 姐 你放心 我会听姐夫的话了 别说谎了 我知道 我都知道 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你放心 你放心吧 爹 娘怎么又睡过去了 没事 她没事 睡了一会儿 要休息一下 娘 怎么样了 没事了 她醒过一会 我想她一会儿该饿了 好 我已经熬了粥给她 您抓紧时间休息啊 好 我知道了 辛苦您了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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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老婆 你怎么了 医生 你等着 医生 医生 来了 来了 你看 你看 快 讲究 医生 姐 怎么样 怎么样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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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 你没事的 姐 没事的 没事的 姐 姐 你醒醒啊 姐 都是我害了你 姐 姐 我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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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了 姐 老婆 好 放这儿吧 一会儿我收拾 我自己写吧 头医 没有娘做的好吃 我吃了 蛋蛋乖 吃点儿吧 一个家 还是需要一个女人的 娘 瞧您说的 您不是女人啊 娘老了 眼睛又不好 你呀 应该早点把小云去过门 不能三心二意呀 别亏待了人家 知道吗 我知道了 娘吃饭吧 娘吃饭吧 爹 您说 娘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没有啊 娘出远门了 你骗人 你瞎说 你要睡着了 再也不会醒来了 各位乡亲 各位掌柜 今天有本座 主持召开会议的 主要是想讨论 曾敬波被杀一事 有什么好讨论的 肯定是周运才 那个混蛋干的 你早就应该把他 给抓起来了 现在是民国了 抓人要讲究证据 比如人证 物证什么的 坐坐坐 大嫂 我们作为曾大哥的 好兄弟 比您更迫切地希望 早日抓到杀人凶手 但这俗话说的 捉奸拿霜 抓贼拿脏 可这眼瞎 住嘴 枉我们家老爷 有你们这帮 所谓的好朋友 你们不但不帮忙 还跑来横家阻挠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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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究竟是谁 杀害了曾老弟 还得继续调查 我们总不能 仅凭一个猜测 就把人枪毙了吧 这周运才啊 和曾大哥无冤无仇 他还喜欢曾云 肯定不是他干的 你 他是个狗特务 大家都不要听他的 什么 什么特务 不能啊 不会吧 你是特务 这不是瞎说吗 是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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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乱七八糟的 也说不出个结果 我们改日再讨论吧 参会 且慢 田会长 你还有什么事啊 我想问主委 你们见过 这样的日本特务吗 上阵这么短的时间 御阳的经济总量 增长了百分之三十 新开发的商贸街 每天的交易额 超过一万块大洋 做了这么多的好事 还被人当做日本特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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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成了日本特务 那我们是什么呀 对 是啊 我们岂不成汉奸了吗 就是 就是啊 那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是啊 正好师座在这里 如果有任何人 有任何证据 证明我是日本特务 就让师座一下把我帮了算了 谁说你是日本特务了 我告诉你们 谁再敢诬陷田会长 是日本特务 老子一枪毙了他 好了好了好了 田会长 我不是给你平反了吗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你 fost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混蛋 即便他不是日本特务 老子也要仇掉他 是啊 这家伙蛊惑力实在是太强了 照这么发展下去 我看鱼羊 迟早会被他给控制 现在看来暗杀是行不通了 他已经把话放出去了 稍有动静 那些愚蠢的伤户 会怪罪我们的 那围巾之计 也只有继续对他监视了 还有那个周运才 看来他跟那个田小处 也是一伙的 可是针机队 是商务集体出自建立的 我们也不好随便撤混他 先让他蹦他几天吧 反正他已经是 名存实亡了嘛 这一次你是彻底激怒陆明川了 既然已经被盯上了 总不能任人宰割吧 可这么一来 你就彻底变成了一枚无用的棋子 我还可以为帝国 尽最后一点绵薄之力 你还是念念不忘你的石油勘探吗 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 就算你证明陕北有战力价值 帝国也不会改变整体的战略布局 或许会有哪位将军 和我的想法一样的 简直是躺臂挡车 你现在早还来得及 不然就只能为帝国玉碎了 IDŻ DŻ 丹丹 外公 丹丹 丹丹 以后 在这里多陪陪外公 你记得 一定要听外公的话 谢谢你 谢谢 辛苦你了 丹丹 丹丹 外公 女儿啊 怎么了 你要出远门 女儿 没办法呀 公务在身 你的上司 真是不懂人情世故 你还有丧事在身 怎么可以出远门呢 娘 我是个军人 军人的天职 就是服从命令 我看你 那好 你要小心 娘也要小心 允居不在 没人照顾你了 少了一个人 就好像少了一条胳膊似的 总是觉得不对劲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害了你们 我害了爹 害得娘也瞎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娘的眼睛 又大又亮 很好看的 别再提以前的事了 那个都是命 你们兄弟俩 现在不是挺好吗 是 是的 二虎那么孝顺 我出了远门 心里也踏实 怎么 今天这么啰嗦 是不是因为媳妇不在了 男子汉 大丈夫 一定要挺下去 你爹不在的时候 娘不是也一个人 坚持下来了吗 是啊 是的 我就怕娘你 你受累了 只是暂时受点儿累 二虎不是很快就娶媳妇了吗 这家里面有你还有丹丹 到时候我们家 一定会红红火火起来的 对 对 娘说得对 那您才是受累了 帮我照顾好南丹 一定要多加注意 照顾好自己 好 知道了 去吧 我知道了 娘 我走了 你走吧 你走吧 走吧 娘 征战沙场这么多年 看惯了生死 功名利路我早就看淡了 现在对我而言 最重要的就是您和二虎 这些年是我连累你们受了这么多苦 我会用剩下的时间来偿还 我 为了二虎 就算死我也心甘情愿 怎么了 没事 准备好了 我们去什么地方找那个家伙 去家眷师父的坟前等他 约好了 东西都带好了 我一定要宰了他 人呢 马上就到 先去拜一下师父吧 师父 师父 徒儿不孝 这么久了 还没能为您报仇 今天徒儿终于找到仇人 我要用这把刀 然后斩下他的人头 祭奠您的英灵 怎么还没来 都不肯定了 来了 就在这儿 爹 二虎 不要恨哥 一父对我有恩 军令在身 很多事情我身不由己 但是这要是你的事 就算让哥死 哥也愿意 来 谢谢你帮了我 不必客气 可你也害我 这下整个羽阳城 都知道咱们俩是一伙的 可我不站出来 替你说话的话 陆明川 汪虎他们 必然会借题发挥 狠狠地诚挚 这点小事他们能拿我怎么样 这都罢官而已 那是第一步 等你没人没枪了 就只能任人在割了 现在不也一样吗 要人没人 要枪没枪 所以你得抓紧时间 不能坐以待毙 是 回来了 娘 你 你哥呢 他在后面 你 没事吧 没事 他能有什么事啊 没事就好 你先进去吧 你让我去锥炼吧 你快去吧 你去了 好 娘 終於回來了 好 還沒吃飯吧 沒有 來 飯都涼了 看看 你們 為什麼不說話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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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ふ 你 多多自由 仰天长啸 风中怒吼 走就是走 要走到最后 请我宣称 不要回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